书记上回 揭说这一段 黎元演绎 上回书 咱们说到 米应先到北京 来投奔自己的表哥 陈凤林 来到客厅以内 就听见外边有点 说话是喜的你来了吗 话随人道 米应先这么一转身 一瞧表哥 已经进来了 哎呀 鸾贤兄一向可好 小弟这乡有理了 说吧 神那头变败 鸾贤兄是怎么意思 皆因为啊 陈凤林自表鸾贤 所以呢 米应先称呼为鸾贤兄 陈凤林一把 把米应先就给抱住了 哎呦兄弟兄弟 快起快起快起 怎么样啊 我姨母可好啊 哎呀 老太这身体硬了 老您记挂着 这一说 咱们哥俩 多这年没见了 赶快做赶快做 来 给我表弟看茶 刚才那个小书童这就伺候着 端茶倒水 表弟 表弟 到了多少日子了 我上午刚到 哦 是啊 你怎么过来的 我呀 一边走啊 瞧见西班就搭个班 畅量出 盘振前多点了呢 我呢 就雇了个车 这样呢 赶了一段路 这不才到北京吗 哦 住哪了 住在您这寒家团 西边有个小店 陈老板吩咐这书童 一会儿让老张 到店里边 把米老板的行李都拿来 把店钱截了 就在家里住 哎哟 鸾先兄 那不合适 太讨扰了 我在您府上 哎 兄弟 这是哪儿的话 别说咱们是实在亲戚 就是家乡来的普通朋友 我也得招待不是吗 你到了北京 怎么能够住外边呢 话说回来了 表哥这儿的房子 还有富裕三间两间的 你就在我这边住 东儿 去 把乡房 给你表叔收拾出来 东儿呢 就是这个小童儿 两个人在这儿 坐着聊天呀 可就是有问有答 陈凤林呢 问问米应先 家乡的风土 问问家里边 孩子大人的情况 说来说去 可就说着唱戏上了 表弟你此番进京 什么目的呢 表哥 我妈就说了 说表哥您在北京 现在啊 闯着名来了 我呢 不能老在老家这边啊 窝着唱 北京这边厉害呀 天子脚下大帮之地呀 在家再怎么唱啊 唱得多红 也比不了这儿 就是在城边上 边边沿沿这些地方唱啊 也没什么大出息 您也知道 当初我爸爸就是 干咱们这行的 那要想出名啊 成个腕啊 还得到您这地方 跟着表哥您呢 在北京磨练磨练 所以我来投奔 表哥您来了 您看看 在哪个戏班里头 能不能给我找个差事 我呢搭班唱戏 好啊 兄弟你 什么英功啊 我是文武老生 文武老生 这样吧 你呢先歇几天 今儿晚上啊 我背家业 算给你接风 明天呢 我带着你去武道庙 咱们见见同行 都拜会拜会 我一会儿啊 还得上园子里去 把你的事 跟班里的几位 长班的呀 管事的都说一下 这么着 后天你就准备登台 咱们先呢 唱打炮戏 回头再说 嘿 米应先一听 我这表哥还真痛快 今儿个接风 明天哪 拜会同行 后天就唱打炮戏 得嘞 表哥那我全职的您 我听您的 没说的兄弟 打这说 一会儿老张 把米应先的电饭账 可就给截了 把行李呢 也扛到家来了 米应先就算 住在陈凤林家里头了 陈凤林下午呢 就奔戏班了 到园子呀 把米喜的这个情况 跟负责人这么一说 要说这戏班里呀 还是正用人 你听说 陈老板家里边 来个文武老生 正合适 其实人家这戏班里头啊 分的挺细的 这老生跟老生不一样 有摔摆老生 有唱功老生 有靠巴老生 可米应先说是文武老生 文武老生 什么意思 就是唱功老生也行啊 靠巴老生也行 摔摆老生也行 文的武的全行 当时戏班里的人呢 由于是陈凤林的表弟 陈老板的举荐 也没说别的 定好的第三天呢 上园子 头一出是草船借荐 陈凤林安排完了回来了 当天晚上 开一桌酒宴 这算给米应先啊 接风 这正说着话呢 书头上冬儿啊 进来了 老板 外边有四位您的朋友求见 哦 谁呀 是杨掌生 霓虹霓的爷 还有 梁静书梁的爷 和丁四爷 嘿 这可巧得很有请 表弟 今儿晚上咱这顿饭呢 热闹了 我来了几个好朋友 你一块儿见见吧 表兄 方便吗 方便方便方便 这几位啊 都是好戏的 你正好见见 我正打算让你呀 认识认识这几位朋友呢 好吧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这说着话呢 冬儿啊 就引进了这么四位 先进屋的这位呀 细高条 长方脸 挺文静 身上穿的呀 是灰纺绸的长袍 紧跟着后边这位呢 个儿不太高 圆和脸 大眼睛 嘿呦嘿呦的 一条大便啊 在脖子后的甩着 头上呢 戴着帽叱 穿这么一身紫 第三位跟进来的 跟着第二位差不多 可是穿一身青 一双大眼睛 挺精神 最浩道啊 进了这位 个头不矮 足有啊 七尺开外 还得略高一拳 也是穿了一身啊 青部的长衫 头上戴着帽叱 书中暗表 来的这四位呀 头一个这细高条啊 叫杨长生 第二个矮个儿 那个圆和脸 大眼睛的那位呀 是桂林人 叫霓虹 第三位叫梁静书 最后进来这位 姓丁 在家杭寺 官侄丁寺爷 这四位呀 可不简单 都是秀才出身 其中 霓的爷跟这梁静书 梁的爷这二位呀 还都是校领宫 中过举 这四位都是 是陈凤林的好朋友 而且都是捧局的 平常啊 经常在一块 是吃吃喝喝 谈谈笑笑 也没少在陈凤林身上花钱 陈凤林对这四位是带若上宾 你瞧 东儿把这四位领进来 欠身离坐 赶紧迎出来了 哎哟 我说四位举人老爷 其实这四位呢 两位是举人 霓虹霓的爷跟梁静书梁的爷是啊 举人 那二位是秀才 但就得这么说 我说四位举人老爷 稀客稀客 快来快来 凤林 多日不见 我们也想你呀 哟 家里头这是有朋友啊 哎 我呀正要给四位老兄啊 引荐引荐 这位呀 刚从我们老家安徽来 是我的亲表弟 我们是两姨亲 姓米叫米应先 小名叫喜子 你们四位老爷 管他叫喜子就行 哦哦哦 米喜子 头三位也没说什么 这第四位丁四爷也说话了 哟 米老板 您到北京来了 您先听完一愣啊 您您是 哈哈哈哈 我听过您呐 我在安徽的时候啊 听过您两回堂会戏 一回啊 是在刘知府家里头 一回是李总兵家里头 有没有啊 哎呦 有有有有有 丁四爷 您恕我眼镯 恕我眼镯 陈凤林一瞧 没想到您跟我丁四哥 还是老相识啊 行啊喜子 你们认识 哎 凤林 我还真不知道 感情喜子是你表弟 这才说呀 叫九汉冯安 与他乡欲固之 今天我得敬喜子一杯 说着话 几位入席 是相谈甚欢 编主频频举杯 大家伙呀 所谈的这个话题 离不开一个戏字 九个三巡 菜过五位 陈凤林一瞧 是头其所好 把笛子 可就给取住了 这几个人既是知音呐 又是戏迷 而且呀 还都会点 票友 陈凤林的亲自直笛 一人唱这么一曲 是以助酒性 酒中人散 各自呢 要回府安息 临走的时候 丁四爷可就跟米应先说了 米老板 咱们可不是外人 我听过您的戏 可以说是您的戏迷 我现在呀 住在严寿四街呀 长远屋会馆 有功夫呢 您就到我那去 咱们抽时间的戏聊 如果有事 您可千万别客气 您可想着找我 听说后天您唱打炮戏 我们一准到 一定得呀 来捧您 米老板 米应先一听 赶紧抱拳当兄 身身一礼 丁四爷 谢谢您 谢谢您 您慢走 我呀 先应付这打炮戏 等这打炮戏唱完了 我一定过府去 拜望您 米喜的跟陈凤林 把这四位朋友啊 就给送走了 两个人各自休息 当夜无数次日清晨 早晨起来 喜树已闭一瞧 这老张已经把早点的 都买回来了 北京的早点呢 很讲究 米喜的一瞧 都给摆放整齐 豆腐脑啊 面茶啊 小米粥啊 炒干啊 包子啊 烧饼啊 糖尔头啊 炸糕啊 油饼啊 油条啊 那位说 这书上都写了吗 这早点这么丰富 书上没写 这是我这么分析着 我这么说呢 他解气 因为我是北京孩子 我一提这北京早点呢 我给您多说几样 反正挺丰盛 吃的挺好 有的呀 米映仙吃过 有的没吃过 陈凤霖挨着这么一给他介绍 哥俩吃饱了呀 就奔了五道庙了 要拜拜同行 五道庙这地方呀 住着好多长戏的 到这儿见过同行之后呢 又奔各个园子 各就都知道了 打外地来了这么一个米喜子 是唱文武老生的 大家伙呢 都关着陈凤霖的面子 全都跟米映仙说 米老板 您放心唱 我们大伙都帮着您 咱们人不亲的义亲 义不亲的祖师爷还亲的 都是一个祖师爷 大家伙都是一家人 还算比较热情 米喜子一瞧行 两个人这才回家 陈凤霖可就跟米喜子说了 园子跟我商量好了 明天打爆 给你订这出草船借鉴 派你一鲁肃 哟 喜子一听一皱眉 表哥 您看能不能换一出 哎怎么着 你这刚来就拿我一把 你知道 草船借鉴这鲁肃 这活一般人还派不上呢 这大家伙挨着我的面子 直接就给你派这活呀 不是 我是怕不对功呀 啊 陈凤霖一听 不对功 我说兄弟你是唱什么的 你不说你是唱文武老生的吗 那我问你 你要说文武老生 那这是摔摆唱功 靠吧 全带着 这个鲁肃 你怎么会不对功呢 这要不对功 你擅长什么呢 他问完了之后 米喜子一低头 我跟您说 他这不是北京吗 这是大京班 我呢 想回去先摸摸戏 咱明儿打炮 我别把家里那套东西啊 拿到这儿 未必吃得开 我先来出 轻声一点的 啊 来出轻声点的 哎呀 我说兄弟 这可不行 咱打炮戏得唱红了 你回去摸摸戏呀 这我倒同意 但这活已经耗好了 这可改不了 我不管你是撒勾血 还是规规矩矩 反正啊 抢你的了 大伙关着我的面子呀 是准捧你 你放心 黑不了 哎 那行 那咱就草船借鉴了 我自个儿回屋 我琢磨琢磨 我叠好纸 回到自个儿屋里 坐这儿一寻思 哎呀 这北京规矩大呀 我这戏得怎么唱 这正琢磨着门一响啊 从外出进了一人 洗的台头一看 是书童冬儿 这个孩子 虽说是个书童 但是呢 要是陈凤磷出去 咱就给陈凤磷跟包 汽渣倒水呀 拿着东西呀 她是满伺候 说 明天 您那行头 穿咱们丝的吧 您要不要试着去 啊 什么 还有丝缝行头 啊 您明天不是草船借鉴的 鲁肃吗 是啊 老板说了 咱们家有丝缝行头 您穿丝缝的 明日到那儿 不用穿关装的 哦 这个米英先可没想到 为什么 陈凤磷 是唱弹绝后改小生 他家里怎么 还有老生的丝缝行头 怎么 我表哥这儿 还有丝缝行头 嘿 您要问呢 我们老板不比别人 捧得真多 而且咱们呀 不想让园子拿着咱们 咱们家里的 有整出戏的丝缝行头 跟您说 不光淡绝跟小生的 什么都有 哦 你喜子一听明白了 我这表哥可了不得 那过去要说 这丝缝行头啊 手一样 您得是绝 您得有钱 一般人置奔不起 而且唱淡绝的呢 这淡绝的 唱小生的 这小生的 很少说家里头啊 这整出戏 整套的丝缝行头 我表哥这都整套 按戏出来的 你说开什么戏吧 可以 那钱可就 很多了 当然了 这里头也不一定是 陈凤林自己花钱 皆因为捧陈凤林的很多 尤其咱们前文书提的 那位陈总统 他一捧 大伙都跟着捧 有的人呢 也是借着陈凤林 要拍这位陈总统的把屁 所以大家伙呀 捧绝 很多人就送行头 说实在的 那年都是捧绝 跟现在呀差不多 叫追星族啊 现在某某明星一出门 比如他要做哪个航班的头等舱 粉丝追星族打听清楚了 把这个航班的头等舱啊 全包 就为了棒着走 能跟他一块坐趟飞机 到台上送礼物 也都是奢侈品 高档的名牌货 那年头呢 清朝也这样 当然那会儿没飞机呀 他不能天天棒着这卷 怎么样 就整套的医生送 当然也有生活装也送 那花的钱没数 洗字一听 我这表格可以行 那我就试试行头 准备唱这出草船 既也见 既也见 谢谢大家